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里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 牛新春先生 您好 本台特别评论员腾建群先生 您好 我们看到哈马斯和以色列激战十多月之后 阿巴斯是准备这个时候前往加沙地带 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在这个十个多月之后 他这个时候决定去加沙 是想达到什么样目标呢 那以色列和哈马斯方面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阿巴斯想去加沙实际上不是今天的事情 就很早他就先去了 因为阿巴斯作为巴勒斯坦的总统 加沙又是巴勒斯坦国土的一部分 所以他想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从2007年加沙被哈马斯占领之后 阿巴斯就再也没有去过加沙了 所以在这个过去17年时间里边 他多次表达过说他要回去 其中2017年的时候 就是要回去的时间都定了 因为2017年的时候 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和解谈判 但是取得理论的进展 但是最终也没有回去 那么现在这件事 为什么要提善意识日程呢 因为一个是过去十个月的加沙战争中 巴勒斯坦人现在被打死四万多人 受伤九万多人 在这种情况下 阿巴斯说他作为一个总统 他要回到加沙 要体现出他跟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是共患难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现在正在进行临时停火谈判 临时停火谈判可能又决定 战后加沙由谁来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 阿巴斯作为巴勒斯坦的总理 战后加沙的管理的谈判 他没有参加 所以他是想通过现在的行动 来影响关于战后加沙的谈判 那么为什么现在他提出来 有一个有利的条件 就是过去十个月 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 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力度 大大增加了 所以现在国际环境比较有利 他这次要回去 他先找的是联合国 联合国安理会 欧盟 阿盟 这些国际组织 先寻求国际支持 然后通过国际社会 向哈马斯和以色列施加压力 但是他要回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过去17年都没有回去 他要回去必须同时得到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统一 到现在为止 以色列和哈马斯都没有表示说 他们统一 那他经过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有一系列的步骤 也是很难实现的 比方说要过一些 以色列看守的关卡等等 这些是不是都是现实中存在的困难呢 是这样的 首先要回去就是必须以色列统一 因为现在加沙的四面八方 被以色列完全军事控制 就是你从哪个那个关口进去 必须经过以色列的统一 同时另外一方面 你一定程度上也得到哈马斯的默讯 虽然哈马斯的实力在加沙现在大大的削弱了 但是哈马斯要在加沙发动一个地面的袭击 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必须同时是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得到统一 他才有可能回去 也就是说阿巴斯想要17年后重新踏上加沙地带 这块土地 这个过程也不是说会一帆风顺的 我们还看到阿巴斯就在几天前 到访了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会谈 同时之后又去了土耳其访问 这期间双方会谈哪些话题呢 那么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巴以局势方面 会施加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主要有这么几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加强跟各个方面的协调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呢 其实哈马斯也好 巴塔赫也好 那么巴勒斯坦内部呢 出现了这种走到一起的基本态势 比方说今年4月份在北京 巴塔赫和哈马斯举行了接触 那么今年7月份呢 巴勒斯坦14个代表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在北京举行了三天的会议 那么同时呢 发表了北京宣言 其实巴勒斯坦内部呢 它的政策也在做出调整 做出协调 特别是在哈马斯政策领导人 于此以后呢 那么对于加沙地带怎么管控 就显然呢 巴勒斯坦这个权力机构 特别是阿巴斯总统 他有一个这个总的想法 所以加强跟有关方的这个沟通 包括俄罗斯跟土耳其的沟通呢 他主要是介绍 巴勒斯坦现在面临的一些这个问题 或者挑战 或者是呢把巴勒斯坦政策呢 告诉这些国家 第二方面呢 他其实还是要这个 把这个权力这个机构呢 把它延转到加沙地带 其实2007年之后呢 加沙地带完全脱离了 就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这个控制 由哈马斯来独立的管理这个加沙地带这块区域 所以如果说能够踏上这个加沙地带的话 那就意味着巴勒斯坦这个总统可以对这个地区行使 他的这个权行使他这个管理 所以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跟现在加沙地带的这个形势呢 有很大的关联 一方面我们看到包括美国 包括埃及卡塔尔等国的推进这个和谈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乙军呢 还在加大在加沙地带做来行动 所以呢 这个加沙地带的形势现在非常复杂 如果说阿巴勒斯能够出来 作为这个一方参与到这个谈判当中呢 我觉得这对加沙地带的冲突呢 是有利好的 所以阿巴勒斯现在做出这样一个宣誓呢 就说他要到这个加沙地带呢 我觉得就他这个内部的考虑 同样的也有这个对于当前形势的一种研判 乙军方面是在16号宣布说 准备结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认为哈马斯基本已经被击溃了 那这个是事实吗 现在在加沙地带与乙军进行战斗的力量是什么呢 现在主要还是哈马斯 到底现在哈马斯的实力还有多前大 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一方面呢 就像您刚才说的 以色列的军方和以色列的政府 都说现在哈马斯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了 那么内坦尼亚胡前些时候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 内坦尼亚胡说哈马斯马上就被消灭了 胜利就近在眼前 根据以色列的评估 哈马斯总共是有24个营的兵力 那么现在有22个营已经被完全打垮了 就只剩下两个营了 那么这两个营主要是在尊加沙 为什么这两个营基本上没有蹲呢 以色列认为以色列的被扣崖人员 基本上都掌握在这两个营控制的地区 所以他们没有多 那么根据以色列的评估 哈马斯战斗人员大概有3万人 现在以色列已经消灭了1.7万人 哈马斯的中层以上的军事领导人 已经被消灭了一半以上 所以他认为哈马斯基本上被消灭了 就是大规模作战的阶段 不管你临时停滚能不能达成都要结束了 但是那8月份的时候 美国CNN电视台和另外两家美国的研究机构 做出一个报告 然后跟军方的评估有很大的差距 根据他们的评估 哈马斯24个营真的被消灭了的只有3个营 然后其中有8个营还有很强的战斗力 就这8个营还可以作为一支军队 在加沙地面上对以色列来发动袭击 剩下13个营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不能够发动正式的进攻了 但是他还能够发动零星的 不太成功的有机战 所以根据他的评估 哈马斯实力还要很强 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的评估 哈马斯现在在中加沙和北加沙的16个营的 被打散打垮的这个军队 正在重新集结 正在恢复他的战斗力 所以过去半年其中有7个营 至少有一次展示过他有比较完整的战斗力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哈马斯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并且就是根据最近几天的情况 哈马斯还可以在地面上袭击以色列 造成以色列士兵的伤亡 哈马斯还可以往特拉维夫发射火箭弹 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的势力的 那滕老师您的看法是什么 按照就是刚才牛老师所分析的 以色列真的能够结束在加沙地带的这种军事行动吗 就是很难 尽管它消灭了大量的哈马斯的有生力量战斗人员 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 那么哈马斯应该说呢 他的一个一军一民 他很多呢就藏在这个普通百姓的距离当中 那么拿起枪他就是战斗员 那么放下枪的话就是普通老百姓 所以对于以军作战来看的话 他遇到对手不是正规军的作战 他往往神出鬼魔 往往利用地道 利用一些掩体摸到以色列靠近 这个相关的目标的这样一个区域进行打击 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 比方说最近这几天 在汉用尼斯 以色列第98师呢又过来了 这个师呢其实在去年 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到加沙地带以后呢 一直在汉用尼斯这个地区发动这个攻击行动 那么今年4月份呢又撤出去 撤出去做短暂修整之后呢 6月份又回来 所以现在这两天又在攻这个汉用尼斯 他的这个主要理由呢 就是认为这个地方呢 有卡桑旅就是哈马斯的这个主要作战力量 卡桑旅呢用这个火箭弹打了这个特拉维夫 那么他现在进行这个报复 所以你从现在的整个一个加沙地带的交战形式来看的话 双方呢这个力量是不对称的 那么你这种不对称作战来看的话 你以色列再强的军力 不管是海军空军陆军 那么很难对付这样一个游击式的这个作战行动 总是丧失目标 总是丧失目标 而且呢有时候可能会吃大亏 你比方说这个98这个市的话 它就是因为在汉用尼斯方面呢 遭到的巨大损失 所以今年4月份撤出去了 休整一段时间又回来了 在这里继续打这个汉用尼斯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消灭这个战斗人员 你可以消灭它这个成编制的这样一些这个部队 但是呢你很难这个杀人逐行 就是这抵抗的这个精神你很难消灭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一般的战争条件下的话 你攻城掠地可以 但是呢你征服老百姓的心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目标 另外我们还看到 加沙战火已经持续十个多月 何时能够实现停火时备受关注 新一轮的谈判暂定21号在开罗举行 那各方还将如何博弈呢 来看下面的短片 埃及消息人士称 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暂定于21号 在埃及首都开罗再次举行 希望敲定最终协议 在此之前相关谈判16号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 哈马斯未派代表参会 由斡旋方传话 美国总统拜登在多哈会谈后曾表示 以色列与哈马斯越来越接近 达成停火协议 但此言论遭到哈马斯方面否认 哈马斯称这是错觉 18号哈马斯发表声明 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阻挠停火协议的达成 意图延长战争 而美方新提案过于偏向 内塔尼亚胡的立场 与此同时 以色列时报透露 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 他对达成停火协议感到悲观 并称以色列将在关键问题上 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要求 他指责哈马斯拒绝在停火谈判中妥协 称国际社会必须对哈马斯施压 为推动加沙停火谈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于当地时间18号抵达以色列 19号会见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 以色列高层 法新社称 这是自去年10月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布林肯第9次访问中东地区 在多哈的谈判 仅仅两天就无果而终 现在看来 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 似乎还是无可调和 在这样的情况下 21号重启的开罗谈判 能够敲定最终协议吗 它有这种可能性 现在谈判到底取得了什么进展 到底在什么问题上 还有重大的分歧 其实不知道 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 都没有公布他们谈判的方案 他们都没有公布 所以有一个清单 说哪些问题 我们已经达成一次了 哪些问题还有分歧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 都是从媒体上的 得到的一些零星的消息 所以现在正在 就哪些问题进行争议了 哪些已经达成了 如果现在的媒体的报道 是正确的 那么说明谈判 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 积极的进展 因为现在媒体报道的说 主要有两个争议点 一个是对费城走栏的困制 以色列坚持 以色列的军队要困制 哈马斯不让他困制 另外一个是 关于南加沙的老百姓 回到北加沙的问题 以色列说 必须设立一个机制来检查 免得哈马斯的武装人员 混在老百姓里边回去 如果说真的就剩下 这两个是争议的问题 那么它就不是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 哈马斯还经常指责 以色列说 总是提出新的一些方案 新的意见 这样谈判无法进行下去 刚才我说的这两个问题 就是以色列新家的问题 实际上最根本的分歧 一直就是 哈马斯是要永久停火 要以色列彻底结束战争 那么以色列是坚持 必须是临时停火 不能结束战争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那么至少根据 现在媒体的报道 好像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就是哈马斯已经承认说 第一阶段就是临时停火 那么第一阶段结束了 再谈永久停火 能不能谈成就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说明哈马斯已经做出了 重大的让步 但是哈马斯并没有公开宣布 最关键的还是这一点 就是到底是临时停火 还是永久停火 这是最难的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第九次到访中东进行卧选 在巴以河谈方面 美国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十个月冲突九次过来 那么显示出美国 对这个地区冲突的高度的关注 那么从布林肯这次过来的话 我觉得会体现出两种指向 第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内部政治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话 大选现在已经左右了 美国对外的方方面面的政策 包括对于这个以色列 包括对于这个伊朗的政策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 做出一系列的反应 就是为这个拜登将来留下外交遗产 那么第二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地区的这样一个局势 特别是在这个哈马斯政策领导人 遇事之后呢 那么伊朗这个报复这个锤子呢 一直没砸下来 所以呢这个美国当时呢 非常紧张 当时包括布林肯他讲了 这个伊朗48小时就要报复 但到现在伊朗这个报复的锤子 没落地 所以他主要在这个地区呢 促进这个和谈 那么推动这个和谈之后呢 给伊朗一个台跌 就是说伊朗 我们看到美国也传出消息 就是说伊朗似乎呢 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只要能够促成了 这个停火 达成了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这种这样一个具体的安排的话 那么伊朗就不报复了 所以他想着通过这种这个外交斡旋呢 来这个避免一场这个报复行为 中东局势仍然是危机四伏 19号黎巴嫩真主党 对以色列北部的乙军基地 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 来看下面的片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6号称 伊朗仍在继续就 是否大规模报复打击以色列 进行内部讨论 此外 伊朗政府还在考虑 是否要进行秘密情报行动 以色列时报 援引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称 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报复行动 可能已暗杀 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行事出现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不想在未经伊朗同意的情况下 采取行动 也不寻求与以色列发生更大规模冲突 不过美国评估 黎巴嫩真主党可能在几乎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发动袭击 16号 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段视频 首次展示武装人员在地道中运送导弹等武器 19号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员以色列北部的亚拉军营和桑特金后勤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 近日以色列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15号 以色列空军进行了一次远程加油演习 以军声明称 这次演习模拟了深入敌方领土的远程飞行 同时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几次空中加油 以色列时报认为 以军此次演习 旨在严厉警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 您觉得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次行动 算得上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联合的 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吗 算不上 这次实际上不是报复性行动 因为这次的规模和列度 过去十个月里边基本上每天都有 他要报复以色列一定要跟以色列形成对的 因为以色列在7月30号是打了贝鲁特首都 这次踩了混线 另外一个是暗杀了黎巴嫩真主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要报复 根据他们两个之间以前的游戏规则 就是你要打贝鲁特 黎巴嫩真主党就要打海法 那么你要打我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或者重要军事设施 我也要打你的重要的军事设施 所以说黎巴嫩真主党如果说开始 打海法了 打以色列的重要的军事设和民用设施了 这说明真的报复才开始 这次的行动的规模 以及它的伤害程度可能都是并不对等的 所以它算是一个日常的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一个行动 另外如果按照以色列高官的分析 说真主党和伊朗可能会采取暗杀以色列高官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报复 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大吗 应该说我们这次摆在里巴嫩真主党和伊朗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那么现在为什么伊朗其实不能发起报复呢 我觉得伊朗在做这个犹豫 特别是从它的领导人来看 因为刚上台他怎么样来摆平这样一个突发事件 特别是哈马斯政治领导人遇刺这个事件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真的大动干戈 像今年4月14号向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 那么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升级的报复 包括以色列包括甚至美国都会出兵 跟以色列形成面对面的这样一场冲突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来看的话 我想从战略层面来看 那么伊朗在犹豫 他主要希望不要因为这样一场的一个政治谋杀事件 来破坏他现在在中东地区正在构建的 比较利好伊朗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态势 你比方说我们经常讲的 他抵抗之狐或者神业派之狐 但其实在这个地区 伊朗做大已经成了一个不增的事实 那么他如果说贸然地跟以色列 或者是跟美国发生这个正面冲突 这可能是一场大规模的冲突 那以色列现在做的这种模拟远程空中加油 这样的举动是在做什么样的应对 其实这就是威慑行动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空军呢 由他的这个长臂之声 就是长大的胳膊 他经常派出这个空军的这个战斗机呢 对于这个远距离的一些国家 远距离是目标的打击 所以他是以色列装力量的长臂 那么现在做这种加油的演练呢 它是一种这个 一方面加强战备 另外一方面呢 它其实是威慑伊朗 就是说你敢动我的话 我有这个对付你的手段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 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 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今天的今日关注 再见